在我們評審的討論裡面 我們大概關注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們其實看 學生對於環境的感知能力 例如是對於光 對於環境 對於風 對於沙灘 對於基地的環境的感知能力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非常空間內部的一些想法貫測 不管是空間跟戶外環境的一個關係 那一方面是說 要把心裡面對於這個社會的 某種觀點能夠展現出來 會討論居住正義啊 所以有些孩子可能會去談居住的問題 那有些會去談國際化的問題 有些會去談怎麼樣 復興我們的文教創生 我們有些聚落可能隨著時間 人口流失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我們的設計來改變它 所以改變一塊土地 現在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學生的一個論點 有些是從圖面本身能夠傳達 它對於在這個專業上面的成熟度 在這個畢業的這個時間點 它有沒有透過這幾年的訓練 把它想要傳達的設計上的意圖 用它的圖面表表現出來 其實我們認為評審之間會越來越珍惜 同學獨到的觀點 對於環境 對於自然 對於社會的觀點 遠超過他對於表現技法的追求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說其實不必追求 當然你的設計 你的專業的表現手法 你的呈現方式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的觀點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想要看到 學生有獨立思考 跟有創造力的這個面向 我覺得今年很意外地讓我看到 好多個作品它充滿那種對未來的理想 這個事情我希望後面做設計的同學 其實不要忘記這一點 就是說你有一個追求的烏托邦 你要相信它會成真 透過設計的呈現 也許你都會達到這個目的 雖然過程會很辛苦 我們做任何的設計 事實上都除了照顧人本身的條件 應該是說對環境的關懷 應該是可以慢慢納入 因為我們除了人類要過得更好 也要確保地球能夠永續 所以環境過得更好 因為我們就是當代的人 當代做當代的議題 這個就是當代每個設計師 必須面對的議題 那我會鼓勵大家 用自己的身體走出去 很真實地去理解這個社會 這個現在這個狀態是什麼 是為了25秒 既然是剛才的 兩次都會示範 各個孩子 或讀了